IS首领阿布达迪被美军干死了 据说他死前痛哭流地 屁滚尿流 一副胆小鬼的惨象 而中共一直是IS的幕后支持者 2017年两位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师 被IS残酷杀害了 中共当局不仅不指着IS的暴行 反而抹黑这两位中国人是邪教 是非法传教 煽动国人对韩国以及基督教的仇恨 中共的环球时报更为IS洗地 他说目前我们对伊斯兰国真实情况所知甚少 很难定论 伊斯兰国到底是不是十恶不色的恐怖组织 还是当前中东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很难定论 而中共是支持IS的武器的大老板 一个组织叫冲突武器研究组织 他们调查报告 从2014年到2017年 从IS回收的4万件军用物资和武器 高达90%的武器和军事装备 是来自像中国 俄国以及其他被共产党统治过的东欧国家 其中来自中国的救战 43.5%独占凹头 那么中共本身呢 它就是一个最大的恐怖组织 对自由民主平等等这些普世价值的仇恨和暴力 使得中共天然的支持IS这种恐怖组织 而利用反恐战争牵制美国 转移美国的注意力 借此呢 赢得自己发展空间 也是中共支持IS的目的 现在IS已经日落西山 美国自911之后 也经历了20年的反恐战争 终于有了历史性的胜利 以后的主要目标 就是中共这个最大的恐怖组织 中共这个组织不像IS 它更加危险 它要捕获的不是西方世界 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 而是西方世界掌握巨大资源和权力的 这些大公司和大政客 而美国副总统彭斯不久前呢 对中共对美国的渗透 他做了一个检讨 他说每任政府都知道有这些问题 但是过去没有一任政府愿意打破华盛顿 建立已久的利益 不仅允许这些问题的存在 甚至从中牟利 这个检讨非常重要 美国南外必先安内 以后我们将会看到 华盛顿更多的博弈 中共和它西方的黑门友 你们胆战心惊的日子 快到了 谢谢